来 企友们 咱们接着玩天天象棋的残局闯关 现在是289关 这一关呢 看着比较乱啊 你只要知道咱们红防有鞠马炮 有中炮有底鞠 黑方老将出不来 黑方呢 有鞠马双炮 但是他这个鞠马的位置很尴尬 想用棋咱们这样走啊 往这儿跳嘛 现在呢 可以踩炮 踩炮以后准备卧槽绝杀 如果说黑方飞向的话 那咱们就往这儿跳 现在挂脚还是杀棋 它是解不掉的 你就算浸泡挂脚不也是死吗 没什么意义啊 它不能飞向 如果说它浸泡不让咱们踩 那咱们也是往这儿跳 还是要挂脚 没法解着起 这两种方法都不行 当时电脑呢 是马踩中向了啊 那咱们现在踩中炮也行 或者直接往这儿跳也行 黑方当时就下底鞠江 我一上降 这里他就送鞠了啊 那我就吃了 黑方浸泡 我挂脚绝杀 因为他没法动视啊 咱们有中炮 这个棋拿下了 来看看下一关啊 现在是290关 这一关呢还行 是一个一局双马的配合 第一波棋肯定要跳马江了 跳左边这个 因为能够抽鞠啊 黑方不能回底线 八脚马下底鞠死了 只能说往左 那咱们踩鞠一江 像这种状态 黑方只能往右 三楼有鞠 左边老帅 回底线 咱下底鞠绝杀 只能往右 往右就跳马江 黑方只能回底线 然后进鞠江 只能往上走 然后把鞠掉到左边来 用马江 现在中路是马脚 底线回不去 只能上三楼了 最后咱们退鞠绝杀 是这样赢的啊 二楼呢还是马脚 咱们看看下一关是什么情况 现在是291关 这关红防有鞠马兵 黑方杀得很快 咱们第一步骑是跳马江 黑方只能退降 给马做掉一江 只能回招 然后平鞠江走顿挫 不然马够不到 他只能往右 这时候回马江 只能往上走 最后咱平鞠绝杀 吃不动鞠 底线是马脚 撒了有鞠 咱们继续出发 现在是292关 这一关呢也没啥难度 是个送分的题啊 黑方不有过鞠绝马吗 他老将在右边 直接把鞠放这 双鞠夺马不及了吗 当时电脑是 砍底试了 那我又试一试 然后黑方又来了一首 凌空送鞠 这个鞠直接把鞠吃了 他也是没招 想快点赢 可以直接把鞠放这 现在平鞠赵江就死了 黑方就等把鞠吃了 咱平鞠赵江也是死 陈亚军嘛 他把窝续马跳的也是死 当时他是跳这个马 那我就平鞠江 垫马 进鞠沙马 鞠上 没什么难度啊 咱们接着看 现在是293关 这一关红方有鞠炮兵 黑方双鞠马 这一关呢 主要是个顿挫啊 第一步棋肯定要鞠下底江了 没什么好说 他老将也上不来有兵 只能动势 然后进鞠江落势 退一步鞠 现在呢 咱们就可以用兵跟鞠夺势了 这里是炮的江 黑方只能动势 然后进鞠拱势江 黑方只能躲 左边老帅只能往右 咱们平鞠一江 局上无减 这几关呢 还是异常的简单 那也没什么好说 就这样吗 感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